苦媽軍事教育 孩子哭了兩個月 每次我要放他睡覺 然後不睡覺 我就說現在睡覺囉 然後後面就開始崩潰 大哭 後來就住著整個 他的房間全是土 因為老公就會覺得 你到他不進去 所以我覺得我就不要進去 那他哭兩個月就好了 他哭兩個月 睡覺其實小孩會 對 會失去理智 然後累了有時候很難溝通 今天晚間八點 媽媽好生 東升超市三三頻道 大哭